郭文貴議員 是提供多一些的答案的 剛剛今天都收到他們的回應 今天下午 但是我看了之後 覺得仍然是 答得是非常之含糊的 並沒有提供到太多的新的資料 譬如我們問到有關於 三月至到五月至到九月十月之間的 那些的情況 他們受到的攻擊 基本上他們給了一個時間表 說他們在那段時間之中 尤其是四至五月的攻擊是最厲害的等等 之外其實 並沒有真的對於那個系統 實際上為什麼會出現一些 這樣的大規模的資料失洩 原因是沒有清楚去說的 反而令我們看到 就是在這幾個月的時間之中 其實他們已經錯失了兩個 最重要的關口的機會 是將這件事去通報 包括是三月一開始發生 那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一些入侵的時候 直到五月 那個他們也都是 已經被人攻擊了兩個月了 就是初步這樣 是看到有些資料 是確實是被未經授權 這樣去取纜的情況 是肯定出現了 也都仍然是未採取 譬如報案 以及向私隱資源公署 以及向受影響的客戶 去的乘客 去做通報這些重要的做法 所以很明顯 他未能夠真正解釋過技術的問題之餘 反而是令我們看到 有一些很重要的關口 他們可以去做這個報案 是沒有做到的 令我們覺得 其實他好像一直是希望解決了那個問題 然後才去做 他應該做的就是報案 大家都明白 沒有理由 報案警察會叫我們自己查完先 解決了那個問題 然後才去報案的 這個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那我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是希望了解多一些 他們的所謂 他們中文譯名的所謂 日誌功能 就是一個lock 大家可能都聽過 電腦系統裏面 都會有一個 一定是需要有一個lock 一個的中文譯造 叫做日誌功能 就知道 譬如一些資料庫 究竟有沒有人 什麼時候是從什麼 渠道途徑 是拿那些資料 有個腳印的 但是這裏基本上 他只是回答了我 就說所有的系統 都是有lock的 而他們又會做人手審查 和即時反應的分析 但是沒有充分去回答我 近日都有很多市民向我問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收到電郵 國泰說 我是有四個資料是被人看到的 或者六個資料被人看到 或者兩個資料被人看到的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資料被人看到 而不知道呢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了解多一些 他有關這個lock的情況 那個技術的情況 去確定 這些給我們現在乘客的一個警告 其實是確實的 大家都有信心的 我不見到四個資料 就是那四個了 但是呢其實呢 現在的答案呢 其實只有一句 他就是說 我有的 那其實是完全解決不了 解答不了我們那方面的疑問 另外呢 我們一個很希望是 問到的一個內容呢 就是 他們和第三方的供應商 那個的互相的資料互通 那個政策是如何 他就只是回答我們呢 是 他們是有制定限制第三方 在國泰系統上面的接連和儲取的政策 我們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寫明的 詳情為何呢 他是沒有回答到 他說我有的 那就算了 這一個也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們正正就是希望了解多一些 我們很多人都現在都有 外面都有很多的懷疑 就是會不會因為外判 因為什麼的原因 因為一些第三方供應商的原因 因而出現這些問題呢 我們希望找到的答案 但是呢 他是沒有提供到詳情的 當然這些 我們會在 接下來那個會議裡面呢 星期三再去追問 但是無論如何呢 我會覺得 如果立法會去問他 一些問題 這個也是我透過 三個事務委員會 透過立法會 向他們去問的 如果出來的答案都是這樣呢 我唯有希望 他們不是這樣去回答警察的偵查 或者不是這樣去回答私隱專員的偵查 我可以夠膽講呢 如果你這樣去回答私隱專員 和警方的調查的話呢 我相信他們也都一定是 同樣地是覺得不可以接受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 他們的解釋就是 說黑客的攻擊呢 在前所未變 所以他們那個方法都偵察不到 因此呢 就做知識按字才公布 你覺得這個解釋 可不可以接受呢 以及 是不是找不到是什麽原因 就可以不公布給公眾知道呢 當然啦 很有可能 在任何一個大型的機構 都會遇到一些 真是所謂前所未有的攻擊 為什麽前所未有的攻擊 其實呢 在資訊保安來說 某程度上 是常見的 即是什麽意思呢 前所未有 即是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叫做 Zero Day Attack 即是說 那個解釋是未有的攻擊 那它通常呢 就是這些才是叫做攻擊 如果已經有了解釋的 你都已經那個防毒系統 或者你那個保安系統 已經是防禦到的 那些其實你理應已經是做到的 所以其實經常都有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呢 就不是一定代表 一定是處理 一定是一個 即是很罕見的情況 那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即使是有一個前所未見的 那麽難處理的攻擊 或者自己的系統 沒有足夠的能力去防禦的一種的攻擊 不代表就是有一個理由去說 我就不去通報的 不論是報警 或者是向私隱專員去通報 那當然 我們的法例裏面 現在正正也都 我們星期三也都會討論 我們的私隱條例裏面 有關必須公佈的這些措施 這些要求是並不足夠的 但是大家都會對 我想市民到今時今日 對很多的公營機構 甚至是一些大型的機構 都會有一個很合理的期望 就是說他們會盡快 是會將這個問題 是去通報給受影響的市民 以及是向執法機構 是去通報 然後令它可以容易些去協助偵查的嘛 你沒有理由去到半年之後 然後才告訴警察聽 然後我都不知道警察現在究竟會不會說 可能他們都會說 現在才告訴我 我都已經很難去查了 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說前所未有的一個攻擊 第一 是並不 在這個情況裏面 並不罕有的 但是絕對不是一個 可以說 我們不拿去做通報 或者不去報案的一個理由 OK 好 麻煩 是 如果委員會還查不到 有沒有法來規管 其實需不需要 有在P&P有什麼方法來做 首先 我們 我想P&P 這一個 都是一個議員可能 將來要繼續去考慮的一個可能性 我 原先都會覺得 如果 你說就著一個私人機構的行為 我們用一個 權力及特權法的做法 去要求他們去提供資料 這個 似乎都未必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 如果那個情況是持續的話 我們覺得 公司可能是並不是太過合作 我想這個 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不可以排除去使用這個手段 的確是在法例現時來說 亦都相信是我們星期三討論的部分的內容 除了針對出事的公司之外 亦都是針對我們的法例裏面的不足的 這一方面 很肯定 我想今天近日 還有在政府回答的文件裏面都有說到 其實他們都承認 現在的私隱條例 那個監管 還有可能他們的罰則 各方面是有不足之潮 是需要檢討的 那我這一個 我相信我們會 要求政府去盡快去做這個檢討 還有可能有需要修例 但是就這一個個案來講 我想我們都並不能夠排除任何 即是可以再去向國泰和相關的公司施壓的 希望他們答到市民的問題 答到我們要求他提供的一些資料的方法 好 麻煩